一分钟了解安踏KT8来的油缺点 这双鞋的穿脱略微有点麻烦 需要把鞋带送到这个程度才能穿进去 所以想要日常通勤上班一脚蹬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 进鞋带以后可以感受到轻微的压脚背 所以对于高脚背而言呢最好是可以试穿 今天上脚的这双无需多颜配色 我觉得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大伙伴们 但是它的颜值确实不低 不过要扎袜子的话还是建议白色袜子 这种彩色的袜子稍微有点设思属性 整双鞋后边到前掌的过度非常流畅 鞋头的上脚可以提供少许滚动感 这双鞋并不存在掉搁的问题 哪怕你踩着后跟它都掉不下来 但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高帮 其实有点略显多余了 鞋带系统是一个深微的造型 确实很独特但是也挺好看的 TPO刹覆盖的鞋面呢强度很高 贴合度也很好 既有支撑又有延展性非常的赞 整体包裹的感受很紧 所以对于宽脚来说呢尽量选大半码 全掌的弹刻剂被这个A-Flash Edge的整个框架 所包裹和束缚 所以初上脚并没有很明显爆炸的脚感 但是呢该有的缓震还是给的很粗的 足弓支撑由鞋面和偏振的A-Flash Edge缓震材料提供 所以呢整体的感觉非常舒服 对于脚型的适配也更加广泛 下方的TPO起到了一个在动态中的支撑效果 装鞋上脚的感觉并不如KT7代 它的脚感那么爆炸 但是依然是一脉相承的稳重的风格 但是相比上一代多了一丝灵动 在实战中对于风险来说 做动作还是非常流畅的 但对于小后卫来说 我觉得稍微略显脱塌了 不过这毕竟是一双旗舰款的签名鞋 所以四开五开还是值得入的 最后加一句外底耐磨很一般 并且这个碳板并不能提供太强的助力 它更多的还是稳定以及抗扭 比较重的 都录像是一水一串耳的 双旗舰双水一双旗舰双水一双旗